一顆顆又黃又大的碰乾 從樹上搖下來 搖得下來代表快壞掉 來不及採 失去價值 沿路滿滿落過 有的已經被採爛 有的剛掉下來 看來還玩好無缺 全都不要只能做肥料 來不及採收問題就在缺工 現在正值白河碰乾採收期 卻因為落過損失快一百萬元 讓詹先生想問政府 小小果農該怎麼活 現在一個人都是 多多多海人你知道嗎 因為我都叫人來 你就要政府要去 規劃給人家給我活 我宿舍是斷錢你知道嗎 包含詹先生夫妻 還有三位越南新住民 五個人面對四甲地 根本才不完 詹先生說至少還要三個人手 但就算一天工資高達一千五百元 只做八小時 勞工也都嫌辛苦不想做 聽說其他人雇用非法移工 還會被重罰 像農會申請合法移工也沒下文 我們現在穿那個 也是都沒有消息 也是來不及的東西 農委會目前推動印尼青農來台實習 說是要解決缺工問題 但門檻高 每月薪資至少兩萬三千一 還要雇一年 但採收期只缺工三個月 其他時間果農養不起 而申請了沒下文 原來是整個大台南地區 只有五個名額 那會不會引進來之後 又會造成另外一波的討論 這是我想是農委會跟勞動部這邊 是他們很思考 對 台南市農業局坦言 勞動部少量引進移工 卡在難管裡 還有可能衝擊本國勞工 另外農委會也怕農業技術外流 結果就變成這項政策 看得到吃不到 缺工問題無解 最衰的永遠是農民 記者蔡雙吉東英傑台南報導